我們今天為了慶生來到水族館觀察 請問劉同學 要怎麼體驗 可 可是我們來水族館除了聊聊天還可以做什麼 善用你的創意當寫小說情節 想像一下 就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偷偷牽手或者偷偷接吻 享受在大庭廣眾下偷偷戀愛的刺激感 果然是寫小說的 你的內心很浪漫啊 換作是我 你就想到消化教學生物研究拍廣告